而上个月南加州迪士尼乐园 确认9个人感染麻疹之后 感染的人数是持续的扩大 加州公共卫生处就追踪到1月上旬 发现全美有4个州26人被传染了 由于当中有22名的病患都在加州被感染 因此卫生处特别提醒加州的居民要提高警觉 或者是提前施打疫苗 加州公共卫生处就表示了 麻疹是高危险性的一个传染病 可以透过飞沫来传染 因此只要在2014年12月29号 搭乘阿拉斯加航空505号班机 或者是在1月3号搭乘美国维珍1780号班机的乘客 都有可能被感染到 因此旅客一旦发现自己有发烧 流鼻水或者是全身出诊等病征 就要立刻就医